進入第17年的清淨火把節 是南投縣最具特色的活動 並由雲南同鄉會、清淨協會等單位 共同協力辦理 縣長徐蘇華表示 清淨火把節由來 主要是由雲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 藉由點火儀式祈求豐收 不僅代表新火相傳 也是怡族、哈尼族、白族、納西、基諾 拉戶等族的傳統節日 學縣長表示 1961年 店免一包落腳清淨地區之後 火把節文化落地生根 並進行多元文化融合 雲南傳統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化、金融並蓄 27號舉辦雲南之夜之外 28號還有原住民之夜 清淨火把節今年邁入第17個年頭 在這裡要非常感謝我們雲南同鄉會 還有我們清淨協會 所以大家一起齊心協力辦好這場活動 那尤其清淨火把節 它最主要的一個由來 也是從我們大陸雲南 那早期的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 那尤其藉由這個點火的儀式 也能夠祈求來年都豐收 同時也代表了新火相傳的重要意義 在1961年的時候 很多店免的朋友們來到我們清淨之後 在這邊落地生根 尤其呢也跟在地的原住民的文化做了很大的一個融合 所以清淨火把節不只保有了我們雲南的文化 同時也是有在地的傳統的原住民的文化 那我們火把節的活動 一般來講都有兩天 今天晚上是我們的雲南之夜 明天就是我們的原住民之夜 那雲南之夜呢 因為不同的少數民族也非常的多 去年我記得我穿的是百姨族 今年他們給我穿的是樹立族 立樹族 立樹族 其實我也從來沒有聽過 不過看著這個服裝非常的漂亮 同時呢也聽著很多的族人們唱著我沒有聽過的語言 像哈尼族等等的 這些都是非常稀有的少數民的文化 更值得我們應該要好好的去傳承它 那同時也能夠吸引更多的外來遊客 來到我們親親這邊觀光 所以在這裡再次的感謝我們雲南同鄉會 還有包括我們的這個親近協會 可以說在這裡整合了所有社區的力量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活動可以辦好 所以去年我特別來到這邊的時候 也看到了這種文化的一個獨特性 非常具有地方的代表性 所以今年我們在預算上面 我們也編列了一百萬來支持社區 那希望每一年把這個活動可以辦得更大 同時把它列為我們每一年縣政府重要的年度活動 讓我們在地方政府或者是在社區在宣傳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更多的管道 讓更多的朋友來認識我們漂亮的任安祥 雲南同鄉會會長魯無印表示 親近火把節從2007年開始至今已經進入第17個年頭 今年有縣長以及公所支持不必在木塊感到相當高興 我們親近火把節從2007年開始到現在 今年已經進入到第17個年頭 我們很高興今年由於縣長的支持 還有公所鄉長的支持 縣議會還有代表會的支持 我們今年不用募款 非常的高興 非常謝謝我們非常努力的林芳一議員 還有我們的肖代表 兩位非常的努力來幫我們爭取這件補助金 所以我們今年辦起來就非常的寬裕 我們希望以後能夠把我們這個活動能夠每年的持續下去 讓我們地方的觀光產業的發展 以及我們雲南民主的活動能夠傳承能夠延續 然後也希望社會大眾大家遊客都能到清淨來旅遊 都能到清淨來感受我們雲南的文化 縣府觀光處表示 清淨每年舉辦活把節之外 也有許多具有顛免風味的美食以及小吃可千萬別出過 記者陳軍志仁愛鄉採訪報導